今天已經禮拜五了 選修課又來了 怎麼辦呢 好像什麼都做過了 你要不要Google一下 看還有什麼化學可以做 Google看看 這個廣新紙療的要不要看一下 好看一下 紙刃 好像蠻有梗的 對 好那我們去動電稻草試試看 那還需要一些裝置啊 要加熱 加熱 還要搗碎 反正我們分頭找 十分鐘後這邊集合一下 好 回來了 所以加熱裝置 是 微波爐 怎麼不是電磁爐啊 因為微波爐的話我覺得應該我們可以節省一天很多的時間 那你帶來的是 果汁機 果汁機 現在這個時代我找不到鹽波 我看還是用 我還是用果汁機試看看好了 好 那原料呢 稻草我是沒有找到 不過平常 火啊 哪裡來的稻草人 這個稻草人應該可以吧 這 您是放在房間裡太久了嗎 平常防小人用的 也好啦 加減就好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不過我們應該 這個應該 直接撿嗎 這個 要撿 會不會傷心呢 直接撿好像不太好 拆開再撿吧 拆開再撿吧 好不好 那就把它拆開了 我這樣做得這麼碎 這樣可以吧 下一步要做什麼 下一步 可能要讓它軟化一下 軟化一下 這樣還不夠軟嗎 加水嗎 加水 對 軟化一下好了 那我們要加多少水 加個 不然我們就 加個500的6折300毫升 也好 也好 那就加 那要趁多少草呢 趁個10克 大概就好 然後呢 加300毫升的水嗎 加水 好 那我試看看好了 結果發現 怎麼好像 怎麼不動了 對 難道是它壞了嗎 卡住了吧 卡卡的 卡住了 就是它可能太硬了 你剛剛查 古代是怎麼造的 他們是加石灰 加石灰 可是現在沒有石灰 加石灰幹嘛 化學老師是幹嘛的 我在想想看 石灰是簡性對不對 所以加 實驗室 最普遍的 最廉價的 應該是 輕氧化那 那就加輕氧化那 試試看好了 輕氧化那囉 好 輕氧化那 我拿了輕氧化那 這實驗室最便宜的 是 OK啊 那 隨便來個 這次要秤多少呢 這次 我剛才知道結果 好像是 百分之 來個百分之 1.5%好了 那應該是 300毫升 那就加個 4.5公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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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關係 超過了 超過了 怎麼辦呢 試做看看 好 先進去 剛剛不是拿了微波爐嗎 是 所以呢 這個時候應該就派上熱場了 那來個小火 小火中火 小火中火 那小火 試試看好了 小火就好了 好 那幾分鐘呢 先來個 這 一格是5分鐘 先來一格好了 一格好了 一格好了 好了 好 大家閃遠一點 湯 好 會爆炸喔 沒有開玩笑的 來 怎麼微波起來之後 看起來 整杯都黑掉了咧 這真的是正確的嗎 好小心來解釋看看吧 好 根據我這邊看 應該是 葉綠樹融出來之後 還有其他雜質也融出來了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怎麼辦 這些湯看起來 就是氫氧化鈉 還蠻危險的 把湯 濾掉吧 這個是搶檢 大家讓開一點 差不多差不多了 應該可以了 好 洗一洗之後 欸 已經軟軟的了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順利的 把它搗爛 那這時候 我們用 應該果汁機這樣就打得爛了 不會再打那麼爛 好 來 麻煩準備一下果汁機 看起來跟你打豆漿 沒什麼兩樣 對啊 不曉得啊 網路上大家都這麼說嘛 我們就這麼打打看 看一下狀況怎麼樣 等一下打好之後 這個東西啊 應該就是紫薑了 對 那你等一下就可以準備要弄死了 你們兩個準備一下 好 對 糙子的工具 好不好 那打開看看 好 這個 從旁邊看起來已經很細了 真的已經完全是薑了 是 那就讓它下去 好 來 試薑要試了 好 進去啊 好像我怎麼弄都不會很均勻 要不要換個人弄弄弄 好啦 換個人試試看 換謝仁老師 來 換你試試看 這要怎麼弄啊 這要技巧嗎 你看 我看影片上都很簡單啊 對啊 你這樣前後 前後 前後 果然是有經驗 一定要一前一後 哇 好像比剛剛均勻一點 不錯喔 好一點喔 對 好很多了 差不多啦 好 看起來比剛剛我用的好多了 好 這樣可以了 那我們要不要多撈幾張 好 等一下試試看 好 比剛剛好多了 大概可以 好 那接下來是要 這蠻厚的 對 這比較厚一點 網路上說接下來晾乾就好 晾乾就好了 晾乾就好了 可是不曉得晾多久才乾 嗯 管它的 我們先擺著 擺 試看看囉 給它晾個往上好 好 看看會不會變成紙 好 好 欸 紙好像真的乾了耶 好乾了耶 看起來摸起來 有點像 對 蠻有點像的 真的喔 就是要把它拿起來 有點麻煩的樣子 對 所以這要怎麼拿起來 應該刮一下吧 欸 看起來有像喔 嗯 真的是 可是看起來怎麼有一點像 那個七月半 就是它原來的顏色嘛 我也沒辦法 是 但是真的 這個只要軟化 纖維它就可以成紙 用微波的方式還蠻快的 這一面看起來比較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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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很像對不對 可是背面你看 就沒有辦法 對 因為我們沒有加壓的動作 沒錯 這個只有造紙 這樣分不了一節克 還有什麼東西 也可以用加 也需要加熱 也需要軟化的 之前做樹葉書籤 樹葉書籤 樹葉書籤這個梗 好像也是要用到加熱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幹嘛 現在去找葉子 找葉子 找葉子 葉子找到了嗎 找到了 我們看到 微波爐 有點重耶 真的真的 好 那現在我們要幹嘛呢 這個葉子 這麼多種用哪一種 都試試看 都不一樣的葉子 對不對 我以前做的時候 我都用青氧化鈉 是 我們這次也在用青氧化鈉嗎 這次也用青氧化鈉嗎 好 還是要加個肥皂絲 肥皂也是鹼性的 對 試試看 可行嗎 現在不是都用家用化學嗎 對不對 好啦 反正試試看 水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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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現在呢 先把肥皂濃進去 這樣 多一點 多一點 對 青氧化鈉都要煮很久了 對我們都很感覺 肥皂應該是要很久 大概三分之一塊左右 是 是啊 好 OK 好像不太融耶 沒關係 直接微波看看好了 好 反正等一下微波它熱了就融了 對對對 那葉子就順便給它下去了 對 三個不同葉子都有放進去 先試做看看 好 我記得以前用很濃耶 不然要煮很久很久 嗯 以前呢 我記得我煮的時候 都要煮個三四十分鐘才可以 這一次我們也 應該不需要那麼久 是啊 不需要三四十分鐘 一個八分鐘怎麼樣 好啊 好吧 來 放進去 放進去 那火力呢 還是先小火試試吧 小火試試 還是你要大火 對 我怕它等一下噴出來 是是是 肥皂 我看網路上有肥皂加微波爐就爆炸了 嗯 算了 還是離遠一點 是離遠一點 等一下 我們就是安全的 好 好 安全的 好 好 好了 我們安全了 沒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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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濃的肥皂味 嗯 看起來整個都融得 融成一體的 是喔 是喔 拿看看 哇 肥皂的顏色都出來了 不曉得有沒有補食啊 撈撈撈看 欸 爛爛的 都爛爛的了 有機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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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我們用個蜜子來夾來的肥皂呢 哇 就這樣子喔 看應該要洗一洗吧 對 洗一洗 洗一洗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 好 那我們就來洗乾看囉 來 欸 一洗就一個洞啊 對 哇 果然是已經都煮爛了 對啊 葉肉就已經跟葉脈分離了 這樣子連刷都不用刷了 是啊 直接把它噴一噴好了 是啊 那這個看起來噴一噴 葉脈流著 葉肉就不見了 對啊 那只有一個缺點 是 好累啊 是 是 所以這個呢 看起來微波呢 對這個葉子用肥皂是可行的 而且效果也比原來的快得多 是 但是 有幾個缺點 這個葉子到底叫什麼名字 在Google一下吧 在Google一下吧 那 算了 反正 記得 下禮拜用這個葉子就對了 是 好 OK 那就先到這 那我們收拾一下 下禮拜一計行事 OK 那就到這邊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